人生总在早里听见你的声音 慵懒又带着维勋德唱腔 揭开即将从7月登场的 2024维光马祖系列活动 由于去年学生岛屿嘉年华 受到各界好评 因此今年7到8月份 周周在马祖四厢舞蹈进行演出 让夏天的马祖充满青春活力 去年半周深获好评 后续也有很多的学校来做 一个接触 那我想我们这是渐进的方式来 今年还扩大了开放的 所谓的街头艺人进来表演 那因为去年街头艺人 由于申请比较 筹备比较来不及 所以我想今年的部分的表演节目 会更丰富 观光署指出 今年的活动以维勋为主题 让马祖不只有蓝眼泪 还有以星空月光 以及老酒为元素 举办的一系列活动 就如同调酒师特调出 一杯杯的月光酒 邀请大家探索马祖来场围圈之旅 我们去年也邀请了新加坡的 这个业者跟媒体来采线 那采线之后呢 新加坡的业者非常满意马祖 所以今年在五月份 已经来了首发团 那而且他们来呢 这个形成是五天事业 可以讲对马祖这个四项舞蹈的 观光的在国际的振兴这一块 会有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 为了吸引年轻族群来马祖观光 今年各岛还设计了解谜关卡 游客带着手机就可以一起动动脑 解谜成功有机会获得iPhone手机 并参加机票抽奖活动 另外十月份还将举办 雷战生存游戏 让参加者身力其境 投入刺激的枪战场景 也欢迎民众前往马祖 体验迷人神秘的马祖伟光之旅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